我很記得的就是傷心的 就因為我自己和Beyond合作了大概兩三年左右的時候 我就有可能做得太好 公司就調了我去做其他的職務 那我又和Beyond他們說 那他們當然很不捨得 那也都因為我調了職務之後 他們原本簽開那張合約 他們就沒有再做了 他們就調了職務 那調了職務之後 其實已經很少見家區 但是有一次他叫我 他說他不想再在香港唱 他想去日本 那我當時就問我說 你們其實現在很紅 去日本人家那些樂館很厲害 你們好像彈東西都不夠別人的 那當然啦 你們是創作所謂廣東語 但是我說 你想清楚 那我好聽的啦 那我就說 今天原來你叫我來吃飯 就不是問我意見 就是通知我 你要暫時去見香港 就說 然後 然後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後 他就在日本表情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我不能說太多 但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但是 之後 我沒想過原來 我們那時候做的音樂 是可以一路唱到現在 無論任何的場合 在卡拉OK 在比賽 甚至於在一些活動場面 都是別人的歌 我在這裡 容許我有一個機會 我要多謝家居給這個機會 然後 然後 我們要多謝家居給這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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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